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派出了侦察兵之后呢 侦察敌方的大部队 他是不是要动 是动还是不动 看他是真动还是假动 根据这个侦察的情报呢 确定我方的战略战术 要说起来呢 挺像是侦察兵的 那么在观众朋友当中呢 肯定有好些 也看过我们这个围棋的书籍 围棋的杂志 那么对于适应手这个形式呢 我想是不会很陌生 它重要是非常重要 可是呢 如果要把它夸张起来说呢 下围棋大家知道是一人一招的下 那么也可以说是 下围棋是每一招棋都在试探对方的应手 为了要这个在称谓上的方便 还有为了把它区别清楚呢 所以一般我们在习惯上呢 就把这个棋子紧紧的这个 贴着对方的棋子行骑这样的形式 也就是说在比较紧凑的形式下的这样的行骑的方式呢 把它归类于适应手 根据对方的应法确定自己的方针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想给大家聊一聊 试探应手方面的一些这个故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棋力 这个棋力吧 假设在棋盘的左上角方面有这样的布阵 这个布阵呢 无有角两边都张开了 这个布阵实际上在实战当中呢 还是 有些时候还是会出现 虽然现代布局的这个形式呢 是全部是新 是新的这个最流行的时候 但是呢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棋形 如果是这样 黑棋一只脚两翼张开 这个阵式呢 就相当的漂亮 那么作为白棋来讲 要遣销 或者说要想办法防止它的扩大 白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中有一点 我也是想象 广大的棋友呢 是了解的 这一点呢 就是在这阵头 这阵头它不是要扩张吗 那么我从空中去下棋啊 这个空降兵 从空中去 那么就防止了它 再向中辅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接下去呢 就会有一些变化 我呢 是想这样 我们通过对一些这个棋力 或者说一些手法的这个介绍 尽可能让大家对这些具体的手法 有些了解 它背后隐藏的变化 尽可能多的有一些了解 与此同时呢 我还想呢 设计到它相关的周边的一些变化 一些学问呢 也顺便给大家做一些交流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手法 这个就比较常见的 以下的变化呢 当然白棋下一招 它很漂亮的就可以直接搭下去 如果能够搭下去的话 当然左上角一带 刚才看上去很漂亮的黑棋的阵势呢 现在就不复存在了 它仅仅是在脚上或者这一边 有一些实地 而白棋呢 这一下这个深入进去啊 它的威力是相当的相当的大 甚至还可以对黑棋外侧的这一个子呢 形成某种威胁 所以一般来讲 当白棋来吊的时候 黑棋会飞起来 那么白棋呢 它要选择这个下法 它必须具备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它下一手棋 从这搭下去的时候呢 必须是增值有力 具体的变化就是黑棋当然 最强硬的反击是这个搬出来 接下去白棋切断 黑棋为了护住脚 它一定要退 白棋这招棋能否把黑棋增掉 就是这个下法能否成立的一个 首要的条件 除非有些特殊情况下 当白棋一搭的时候 黑棋直接就退 那么这个形式大家一看就了解了 这个黑棋已经退缩了 如果把它做一个这个手术的解剖的话 就等于是 白棋飞下去的这个棋形呢 黑棋非常愚笨的在这顶了一招 这个当然是大凑棋 此外黑棋还有一个印法 如果增值确实不利的话 不能这样搬出来的话 黑棋要从二路去搬 那么白棋下一招扭断 在棋子紧紧接触的时候 在敌强抹弱的时候 用扭断这个招 这个招是非常好的 非常实用 接下去 富有代表性的变化就是 白棋把它吃掉 这个黑棋把它吃掉 白棋呢 是天上先叫吃 黑棋接上 然后白棋边上再叫吃 黑棋拔掉 下成这样之后呢 到这一阶段 不管白棋下一招怎么走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棋形呢 都是白棋从外 往里压缩了黑棋 白棋可不是从外吗 黑棋 这个他就局限在 这个脚部的里边 总体说来呢 有这样的印象 既然是外核里的交换 尤其是在周围 都是黑棋的情况下 白棋能够 这个下成外核里的交换 应该是白棋便宜的 那么下一招棋 白棋究竟怎么补呢 就根据情况 也可以在这虎 整形 甚至呢 可以下得很轻松 在这跳 意思就是 你还要叫吃 我又不要 这个具体的变化是这样 你还要叫吃 我又不要 反正呢 你是这个周围都是你的子嘛 我尽量下得轻一些 什么棋子都是可弃可取 这样白棋的姿态呢 就相当的清零 整个这个请销作战 是白棋成功 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变化 当然要说起来呢 这个镇头 它也有一种 试探应手的含义在里头 它试探应手的含义就是黑棋 你是走这个呢 还是走这个 你究竟选择哪一边 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边 白棋都有相应的对策 否则白棋就不会下这一招 我就想象呢 这一招我们大家一看这个棋行 都知道白棋会下在这 但是它以下有些什么变化 每一个变化背后有什么棋理 有什么道理 我就不知道 大家是否很清楚 所以在这说一下 此外我真正想说的是 白棋的试探应手 最有代表性的一招呢 是在二路去拖 这个下反呢 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白棋拖 试探黑棋的应手 看黑棋究竟怎么下 背后它包括了什么变化呢 如果黑棋要退 白棋可以继续爬 试探应手 接下去 如果黑棋还要退 白棋就可以在脚上 很充容的 很宽松的活棋 这一般黑棋要顶 白棋一下立 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脚上就营活了 就算是黑棋拐头 白棋也是活棋 那么这样的活棋 有什么特点呢 除了刚才我们 已经说到的 白棋比较宽松 比较充容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黑棋的外市呢 也变得比较壮观 外市也比较壮观 总体说来 如果不附加条件的话 这个变化的印象是 白棋局部略为便宜一些 这是黑棋外边退的 一个变化 此外 黑棋还有里边退 当然既然是试探应手 他要使这个 术宇的说法成立的话呢 对方就是应付你这招棋 他有好几种下法 问题是 他试探应手的意义 就在于你究竟怎么下 你必须表态 那么根据你的姿态 我来确定我的方针 这样下围棋呢 确实刚才说了 围棋有可能渲染一下 把它说成每一招棋 都是在试探应手 那总是根据对手的应手 确定我的方针 这样的目标很明确 这样下棋呢 是围棋的本质 要棋手经常能这样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说 至少这个棋手 是非常聪明的棋手 接着再看 黑棋外退的变化 还有就是黑棋内退的变化 这个内退的变化 一看这个形式 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等于是白棋在外围 或者说 这个在 这个 可以说是一种什么 临界点这一类的 在外围来试探 你就朝里退 那么这个形式一看呢 应该是白棋已经便宜了 他已经便宜了 接下去究竟怎样操作 要根据情况 白棋可以很执着的 立刻搬起来 他就要把这个地方的棋子 全部给他拽出来跑 只要他逃跑成功 在他逃跑成功的同时 就一定是黑棋这个大模样 被白棋完全消除的 这样的时候 就一定是这样 另外一种操作方式呢 白棋还可以从这边打入 他就是眼睛看着 下一招我一搬起来 简直是一个拆二的形状 这个拆二的形状 一般来讲 他是比较便于生根 便于做活的 所以黑棋里边退 虽然也是一种姿态 但是一般说来 还是比较 比较难受 他是一种退让 一种屈服的形式 这是外退和理退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外搬 外搬的时候 白棋下一招很漂亮 在敌众我寡的时候 扭断 这个是最最直接的事态运手 看黑棋下一招究竟怎么下 一般来讲 黑棋会抱吃一个子 那么白棋还是采用 有段的定式 先从外边叫吃 黑棋这个只好接上 再从边上叫吃 黑棋呢 也只好把白棋拔掉 这会儿白棋又可以考虑了 跟我们刚才摆的 那个棋力的情况是一样的 他既可以 把它接上 干脆就把这块棋全部撅起来跑 他也可以下得很轻松 可气可取 你打哪边我都不要 反正你打吃我不是要接的 你打吃这个 我就打吃这个 你打吃这个 我理都不理你 这样呢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在这一代呢 把黑棋的潜力全部破坏掉 此外 这个潇洒一点 飘逸一些 还可以在这来尖冲 这样一下呢 这个尖冲和上边 外边打着的这个 三个小间的这个棋子啊 他彼此之间有某些联系 总而言之 他达到了一个目的 最大限度的 限制了黑棋这个势力 兑换成实地的 这么一种范围 这个就是在黑棋外搬时候的 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变化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内搬 这个内搬呢 从形式上来说 仍然免不了有这样的印象 还是白棋外合理的交换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下一招 他也有操作的选择 第一个嘛 当然最简单的 他可以搬 这一搬 黑棋就只好退 然后白棋可以在这拆二 这个棋型呢 还就生根而言呢 这个效率还不是很高 但是根据情况呢 白棋也可以这样下 一般来讲 最好的下法 白棋是在这加 这一加呢 将使黑棋很难抵抗 实际上 黑棋能够下的 就是在这街上 那么白棋的下一招 可以跳出去 白棋的下一招 可以直接跳出去 这样呢 白棋也是很轻松的 就可以在左上角一带呢 就 把黑棋的潜力 给它破坏掉 那么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白棋 应该用这个二路拖 这个手法去试探印手 在什么情况下 白棋应该从天上去浅敲呢 同样是试探印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怎么用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 一般来讲 白棋从天上去掉 这个下法呢 它是一种比较轻松 比较宽裕的一种下法 比较从容的下法 而从二路去拖 这个下法呢 就比较深刻 用俗话所说 就比较黑 它们的区别在这 那么 如果对它们 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周围的情况 加以选择 比方说 右上角有白棋的子 左下角也有白棋的棋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说上边这个正式 它有什么特点呢 再一看 就是只要我们大家 这个学习深入一点 就会认识到 这个正式是很漂亮 但是它缺乏一种周围啊 可以呼应的这么一种 发展前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说它虽然很漂亮 但是发展潜力不是非常大 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最狠的招法 从二路去挖掉它 那么如果说 周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周围的黑棋啊 它这个规模比较大 呼应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了 在这样的时候 你从二路去拖的话 就有可能损 变化 这个变化下去是什么呢 黑棋 它可以让你活脚 给大家举这个实例 看看 白棋爬 黑棋就算局部啊 最温和的退 让你做活 但是黑棋外围 获得了非常漂亮的外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白棋活了脚 但是黑棋从中府去一围 它在这个 以左上角的外势为中心 在这一带就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中府的势力 同样是这样 如果没有外侧的两个黑子 那么即使是黑棋形成了外势 中府又做成大模样 但是这仅仅是 看起来比较好看而已 白棋要浅销掉它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从中间掉进去 黑棋就吃不掉它 当然加了周围的这两个棋子的话 我们大家比较一下 就知道这个结论 同样是试探应手 这个手法 我们在了解它了之后 在什么时候用 怎样用 这个呢 通过这个棋力呢 也算是给大家 稍稍做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下面呢 我把这个棋力的棋子稍微变一下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种形式的试探应手 如果说 在左上角一旦 黑棋 它是单棺手脚 再加上一个两一张的棋形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 当决定怎么办之前 首先要对它这个棋形 它的本质要有些认识 这个棋形它的本质 跟刚才那个大腾小翼 也是黑棋的一个比较坚固的脚 它向两一张开 具有相当的发展性 那么 既然它有发展性 当然就要想办法浅销 或者说消除它这种发展性 说到浅销 产生在脑子里的印象 这个尖冲 就是浅销当中相当有利的一个武器 它不是说要深深的 要把你的边控给你破坏掉 因为这个只能是自找麻烦 就算是能在边上做活 也一定吃亏 这个是一个起理 就算你能做活也亏 何况还不容易做活 所以尖冲经常就是一个 比较有效的手法 除了这个尖冲点之外 这个尖冲点也相当不错 也相当不错 既然是对方人多势众 你非要去深深的打入 一般来说是比较过分 或者说是没有必要 那么这样的手法 如果我们大家都会下呢 我觉得就相当不错 你认识到这些尖冲这手法 可以限制住对方势力的发展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起理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作为探讨 我们可以发现呢 围棋当中还藏有更有味道的东西 在一般条件下的招法背后 还有更有趣的东西 在这个起理当中 更有趣的东西就是 从理向外点刺试探应手 这招棋呢就包含了很多变化 也非常有趣 从境界上去领悟它非常有趣 在我决定究竟是尖冲这个 还是尖冲这个 或者是脱先不理你 在决定这几种方针之前 我先试探应手 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最初给大家说到的 试探应手的定义 它就是局限在棋子接触比较紧的情况下 那么算是一种试探应手 如果真是要这个搬一个杠子 俗话所说的搬杠子 你说每一招棋都试探应手 那么我这招棋 比如说我走在这 如果我这有一个心味的话 我走在这 这也不是一种试探应手吗 这也是 但是呢 这个棋子接触还不是很紧凑 这样的形式 最紧凑接触的形式 我们才在习惯上 把它局限在试探应手这个范围之内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刺 它有怎样的效果 刺 当然黑棋必须要表态 你不能脱线 你不理 那当然你这个就不叫围棋了 人家立刻就把你冲断了 这个左上角本来是黑棋的坚强堡垒 现在突然之间摇身一变 变成白棋的实地 而且黑棋的外围的棋行 完全这个崩溃 棋行不好 所以黑棋一定要走 问题黑棋走哪一招呢 黑棋能够走的招法是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第三个呢 是这个 黑棋能够下的下法有三种 行了 这样就完全符合试探应手的这个 词意了 对手必须在这三招当中 他选择一种 他没选择一种 那么另外 这个 棋子下的西班上是不能动的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这种 那么别的变化就由我来支配 这个变化的选择余地就由我来选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 黑棋照围棋的格言叫逢刺必接 既然你要刺我就接上 从形式上来看 白棋是里和外的交化 这招戏 一般来讲他就损了 一般来讲是这样 他就损了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呢 我们看看白棋他带来了什么效果 他自己带来什么效果 第一个效果 白棋可以在一定的时候 他有爬进三三的余地 这一爬当然黑棋必须要拐头 从棋形上看 黑棋的拐头非常漂亮 外围呢 非常的严密 问题是呢 最初是黑棋的脚 这个脚最初是黑棋的脚 下成这样之后呢 怎么会 经过白棋试探应手的一招 下完之后 本身 形式判断 有十二三木棋的黑棋的这个脚啊 突然出现一个打结活 而且这个打结活对于黑棋来说还相当的重 这个重是怎么理解的呢 这个打结活这个手法呢 因为它非常典型 所以我想象这个观众朋友当中呢 大部分是了解的 在脚上啊 这个手法一般一糊 就是打结活 我想象大家是了解的 那么怎么说黑棋比较重呢 就是这个结 当然黑棋打胜了 那这个战果是辉煌的 打胜了之后呢 下一招棋就拔到这儿 那么左上角的黑棋呢 就像磐石一般 永远不会再有别的变化 这黑棋铁后 这个后卫啊 甚至影响到左边 影响到上边 影响到全局 但是白棋要给你做结的时候 他一定有某些理由 当他要下手做结的时候 他有某些理由 什么理由呢 他肯定是结材上有文章可做啊 他要打输这个结的话 他必然在全局别的地方 获取相当丰厚的利润 他才会这么下 这个就是黑棋打胜结的情况 可是这个结一旦被白棋打胜 达到这儿 如果说这个结被白棋打胜的话 那么整个黑棋 以左上角为中心向两翼 张开的这个正式呢 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你当然黑棋下一手就不可能退了 你退等于被人家先手活了 你这个结开的毫无意义 黑棋一定要在找结材的地方去把那个结材兑现 那么白棋下一招棋 他再有机会把这个翻起来的话 左上角白棋怎么 他又变成了白棋 他局限在脚内 但他也是磐石一般 然后这个只受到威胁 甚至在发展下去 连这一代黑棋啊 他都受到威胁 看上去立二拆四还是一个弯弯道挺厚的地方 你把这些白棋的先手考虑在内 再把白棋这个尖冲可以分断你的手法考虑在内 再一看怎么黑棋 他说不定要面临攻击了 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 所以如果黑棋在外边接的话 那么白棋朝脚上一爬 他就有一个打结活 有了这个打结活 那么在全局别的地方 如果白棋结材有利的话 他爬进去一般一虎 黑棋不能打结 不能打结那就等于白棋 基本上近似于近活 刚才是黑棋有石来木棋的地方 现在变成白棋接近于近活 那当然这个白棋事态运手的这招棋啊 他的作用就显而易见 这还仅仅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根据情况的白棋 他还可以从外边爬 他外边爬 你黑棋必须要拐到脚上去啊 你不能让他爬到外边再挺到脚上 这活的就太大了 这黑棋盯不住 那么白棋下一刀左边也打入 行了 刚才呢正在琢磨是不是要尖冲的地方 现在由于有脚上这两个子的接印 他就可以直接打入 下一招棋他只要获得这个班 他左边活得还很宽裕 还带着实地活了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果 所以事态运手对于白棋来说 一点一次白棋就有这两种选择 就有这两种选择 当然请大家注意 并不是说黑棋接这招棋就不好 也不是这样 说到的是白棋试探应手里边一点 留下了两种选择 当然反观黑棋 黑棋外围也变得很强 根据情况他在这一线 甚至到中府这一线 他的影响力又逐渐增加 那么黑棋在中府呢 他也有所得 但对白棋来说呢 通过这个点和你接的交换呢 他就找着了 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 找着了刑期的目标 比如说一点一次 他暂时可以不走了 怎么走呢 也许他现在就可以在这来挣头了 他就可以在这挣头了 就算你将来什么时候有机会 补一招把我吃掉 黑棋也很厚 不错 但是毕竟等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凭空多花了一手棋 厚是很厚 这个厚实的状态 比多花任何一手棋都要厚 但是你毕竟多花了一手棋啊 在围棋上一招棋的价值是最大的 没有什么棋比一招棋的价值大 这个是白棋试探一手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别的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呢 当然就是从外望里 一挡 这个就算是把白棋呢 这个啊 闷到脚上去 免得你在外边还有些活动的余地 接下去白棋根据情况 他可以在这爬 继续试探一手 这个里边也包括很多变化 究竟怎么运用呢 这个是对棋手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我想观众朋友当中 不要要求我们的这个 这个现场的 就现在正在看咱们这个节目的观众 不要要求自己把这些就全部了解 大体上有些了解呢 畜类旁通 必然会启发您的这个刑棋的思路 比方说白棋可以爬进去 继续试探一手 黑棋下一招棋要把它接上 行了还原了 这个就已经还原白棋脚上他有什么故事 大家都了解 但是呢 如果实际掌握不好 白棋立刻就爬 黑棋立刻就接呢 也许白棋还吃亏了 为什么呢 他就吃亏在这个 这个程度上 他本来有朝里朝外的选择呢 现在呢 他不得已在黑棋一挡的时候 他就已经朝里去 他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所以仅仅是这样下呢 还实际掌握不好 立刻就爬 这个白棋还不一定好 但是根据情况 他可以在这爬 黑棋下一招也许在这接 也许他下力 他就要简简单单的 或者说要干净测试的 把你脚上吃掉 如果是这样呢 还不要紧 白棋还有余地 白棋就是从这个二路搬 你不是要搬住吗 当然一接嘛 这个白棋就死掉了 黑棋单接外根你就死掉了 局部已经做不活了 白棋呢 他还可以在这儿做截 继续给你闹事 继续给你闹事 如果说下一招棋 你要从二路去叫吃 那么白棋可以绷着打截 由于这有冲的先手 你这个截不能接 那么他这个地方 三路有断 这个截就越闹越大 所以一般来讲呢 黑棋现在不会到二路去叫吃 其中一个下法 黑棋就会在这点 让你挡下去的时候 他再从上边拐 缩小你的眼位 这样黑棋呢 就可以把白棋进杀了 那么这个点 是不是就击中了白棋的要害呢 其实也不尽然 白棋他还可以从这边来挡 我下一招棋 一挡就要活 脚上就要活 这个活的目数特别大 连打击活都没有 进活 所以他这一挡的时候 黑棋就必须要表态 他就必须把这个子吃掉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再一冲一断 以下的变化呢 我都不用摆了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 大概的情形就可以了 白棋就算是利用棋子 脚上就算被你吃掉 你黑棋要吃掉 白棋必须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 你必须二路叫吃他长 你再爬他再长 甚至你再爬他再长 你还要顾忌这个地方的真子 这个这些变化呢 大家在脑子里描绘一下 就有印象 白棋下一招再拐下去 利用这个棋子啊 就可以把上方黑棋的正式呢 完全给他践踏 这个啊 与其说是黑棋吃掉了白棋 不如说是掉进了白棋的圈套 此外还有很多变化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自己摆 总而言之 白棋下一招躺进脚上 他就是一种试探应手的继续 当然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变化 比方说 点刺完了之后 白棋再从这个外围来兼充 这个下法呢 也和这个点刺有些呼应 你要从这爬 他就退 现在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从这一线要去联络的话 他这个结构就比较薄弱 这个结构就比较薄弱 那么你说你要从天上贴 他就从这长 你要在三路飞的时候 你要在二路飞的时候 白棋他这一线就是先手啊 他这一线过来 如果没有这个点刺嘛 当然他就没有意义 黑棋随便一靠一退就连上了 或者说一尖 他也就连上了 他就连边带脚 这个时空都守住了 可是正因为有这个交换 那么下一步呢 白棋立刻就要冲出来了 这冲出来 当然黑棋这个棋行就崩溃了 你不能忘 你忘他叫吃一拐吃 脚上一个子吃掉 活了石木棋 这个当然黑棋盯不住 可是他跳过来 你这招棋怎么补呢 照本手他只能在这接 行了 这样在白棋 他当然现在要这样下 在他愿意的时候 他这一间 可以切断黑棋的联络 不仅破坏黑棋边上 要全部成空的可能 他甚至把白黑棋的联络切断 这切断 他就为他的反攻倒算 创造了条件 所以这样也是一种呼应 在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归纳一下 刚才说了一些呢 我怕把大家说糊涂了 就是白棋点刺 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不要马上就去贴 是他一手 就可以立刻在上边来尖冲 利用这个脚上的有些余味 再和黑棋这个周旋 当黑棋在这一代 有所定型的时候 白棋这会儿再考虑到他来爬 这样呢 这个黑棋会比较难过 剩下第三种硬法 就是黑棋在脚上挡 刚才呢 很多问题都是有脚上 三三这个地方的余味啊 这个衍生出来的 很讨厌这些变化 对于黑棋来讲 他感到与其留有很多余味 不如我直接就挡在脚上 但是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他还是有余味 这个棋子啊 真叫做死而不将 他既可以从这儿爬出来 根据情况 比方说他可以打入 下一招棋我就要爬出来 此外呢 他照样可以从这儿来尖冲 这个地方的变化呢 和刚才给大家摆的那个变化 大同小异 当黑棋要从边上寻求联络的时候 白棋只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轻飘飘的一拆儿 这个黑棋又面临刚才那个尴尬 下一招白棋要冲出来 然后你必须挖断他 他叫吃叫吃 哗啦哗啦就打下去了 左边自然就被破掉 那么你要补 你怎么补呢 补完了白棋将来还留有 这一间就把黑棋的空破坏掉 同时把黑棋切断了这种余地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 这个下法也不好 也不是很满意 总体说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棋形 最后留下一个印象 当单关脚两亿张的时候 白棋虽然两个尖冲都可以下 可是直接在脚上去从里到外的点刺 是他一手 这刀棋他所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啊 如果大家在实战当中能够这样运用的话 亲自这个尝试一下他的滋味的话呢 我想是比较有趣 好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大 给大家说这个话题 留有余味呢 我们下周再说